嘩!為什麼這個周字的寫法好像與書本上有少少不同感呢? 哈哈!一定是錯字啦! 小明,你這樣說就不對啦! 其實平時書本上與電腦上的文字是受兩套不同的指印規範 它們分別是香港電腦看字送體印刷體字形參考指印 和香港電腦看字解體字形參考指印 博士博士,為什麼要有兩個不同的指印? 目的是提供一套適用於香港電腦看字字形原則 給業界參考,促進業界製造符合香港慣常寫法的中文電腦字形產品 制定這兩份字形參考指印 方便市民透過比較熟悉的書寫字形來處理中文電子資訊 例如,現在在香港小學教科書 已經普遍採用香港慣常寫法的中文字形 而電腦上通用的中文字形 就多數來自中國內地或台灣 導致部分電腦顯示出來的字形 不同教科書上的字形 鑑於電腦在教學上的應用越來越普遍 電腦與教科書上的字形差別 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寫字上有一定的影響 如果業界根據香港電腦看字解體字形參考指印 和香港電腦看字送體印刷體字形參考指印 開發符合香港慣常寫法的中文電腦字形產品 就會減少印刷刊物和電腦上所採用的中文字形的差別 咦?為何這個鍵盤那麼有趣? 和我們用開的那些差那麼遠? 這個叫做音節拼讀機 只要按上面的按鈕就會有真人發聲 其實一個中文字的粵語發音 是由聲母、韻福、韻尾和聲調組合而成 舉個例,香港的香字聲母是 韻福是 韻尾是 韻尾是 聲調是 所以它的讀音就是香 。